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今天看到沃尔玛上架了一批自助浇水的花盆 有各种颜色和大小不同的尺寸 有一些花友对这个自助浇水的花盆可能有一些误会 我们今天就详细的来说一下这个自助浇水花盆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产品上的说明 首先它是在室内或者室外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功能 第一,它有内置的通风系统 模拟植物如何在地下生长的环境 第二,它可以防止植物过度浇水和淹死 最后也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它有内置的蓄水池,供水可以长达两周 那我们在市面上一般常见的自助浇水的花盆几乎都有这个功能 它都有一个蓄水池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你没有办法及时给植物浇水的时候 这个蓄水池的水在蒸发的同时提供给土壤水分 保持土壤的湿度 在它花盆的下方有一个浇水孔 那每一次浇水都在这个地方浇水 那从这个浇水孔可以看到它的水位线 可以防止浇水过多或者浇水不足 那在这里要说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种植的前一两周 最好是从植株的上方浇水 这样做可以防止部分表层的盆土是处于缺水的一个状态 这个花盆还是非常轻的,拿起来没有什么重量 我们来看一下它花盆的内部和底座 它这个底座的设计呢可以提供给盆土最佳的排水性和透气性 那这个花盆呢就非常适合比如说经常出差的朋友 还有呢就是学生党 那如果你工作很忙或者经常忘记浇水 那这种花盆呢也非常适合你 那由于它的材质呢比较轻巧 盆土的透气性和排水性呢又都较好 所以也非常适合用作套盆 比如说材质或者造型比较特别的一些花盆 例如藤边的花盆 还有呢就是水泥盆 或者木质的花盆 还有一些其他的材质比较特殊 造型比较美的一些花盆呢 也都是很适合用它来做套盆的 咱们前面所说的呢几乎呢都是它的优点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它的缺点 由于它的设计呢是从花盆底部浇水 它的供水系统呢是利用空气循环 带动水器呢长期的从根部来供水 这样呢对于一些喜欢湿度大 叶片呢容易干尖的一些植物来说呢 是非常不利于生长的 由于这个花盆呢是从底部供水 所以盆土的表层呢经常会处于一个干燥的状态 那还有呢就是在用这种花盆的时候呢 选用花肥呢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比如说一些颗粒肥呢就非常不适用于这种花盆 颗粒肥呢都是通过每次的浇水或者雨水呢 使颗粒肥慢慢溶解 然后呢养分慢慢被盆土吸收 那由于它特殊的浇水方式呢 颗粒肥呢是很难被溶解吸收的 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说 那我买这个盆有什么用啊 好像没多大用处 其实这个花盆呢用处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你喜欢养花 那又喜欢旅行 经常呢会跟朋友出去玩个十天半个月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担心家里的花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推荐你用这种花盆 这个花盆呢它的大小尺寸呢有很多 也算是比较经济实惠的一种花盆 我们无论是在出差或者游玩的期间呢 可以用它来救急 不用担心家里的植物呢 因为长时间的没有浇水而造成枯萎 但是在日常的种植过程中呢 最好呢还是把它当成普通的花盆来用 我们依旧是从植株的上方进行浇水或者施肥 这样呢才更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那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欢迎搜索沙拉养花 观看我更多视频 谢谢大家关注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